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盘 可以说是我自己维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 这样的一盘比赛 这盘比赛是大家可能也都很早就听说了 那是在1985年中日维系列台赛的时候 我和小林关一的一盘比赛 在这盘比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日维系列台赛的一些背景 由于当时中国维系的整体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和日本的职业棋手的比赛就迫在眉睫了 因为我们以前和中日维系列台赛都是带有业余和女子维系比赛 我们经常大比分的赢日本 日本的爱好者就经常提出疑问 打电话写信到日本区院 就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 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抢 为什么我们日本的棋手和中国的中日对抗赛老苏 什么道理 这样呢就慢慢慢慢的就产生了就是中日维系列台赛 这样的想法 这是由那个日方最先想出来提出来的 是由日本NEC这个著名的电器公司赞助 然后呢那个由日本区院选出 第一届是美方出八个人 这是日方提出来 在当时呢我们接受不接受呢 我们还专门开会研究过 我记得当时呢 是由新体杂志的这个社长老好 好和强同志呢 召集我们开会 就是说起这个事情 因为作为中方的主办单位呢 是新体杂志社 当时呢我们大家明显的呢 就有一种看法 是担忧 就是觉得我们都觉得我们当时总体实力呢 是不如日本 在不如日本的情况下 我们要和他们进行这个比赛的话 有可能大比分高负 非常难看 就很多人都这样担忧 我当时呢 已经是中国这个国家维系队的这个副总教练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这个 虽然我们总体实力不如日本 但是呢 我们还是应该和他们比赛 为什么说呢 如果我们不比赛 我们总是不如他们 没有锻炼的机会 那就可能将来还是不如他 我想呢 通过比赛付一些学费 也就付一些旗嘛 最后呢 把自己水平提高 最终我们还是要打败他们的 这个 所以当时我就立主呢 要 同意日方的要求 就参加他这个比赛 后来这个大家最后意见也就统一了 开始还是不太一致的 后来就统一了 就是 好 我们应该 就这样的话 就在1984年的10月份 第一届中日被接约了在东京开幕 我当时呢 是中国队的主将 参加了这个开幕式 在参加开幕式的时候呢 我是和 好和强的这个团长一块去 另外我带着当时我们中方的这个先锋呢 是汪建宏 现在已经是九段了 也在那个地方参加比赛 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 这个日本的棋院的理事长 板田荣南先生呢 对我们中国的和日本之间的 这个中日圆区列赛呢 他们都看得非常轻松 而且认为 他们就提出认为 只有三个人就可以把我们中国队解决掉 那么哪三个人呢 好像就是一天机机 他的前锋 还有 战路修三 还有一个 是谁啊 是骗港聪了还是谁啊 反正就是他认为 只有这么几个人 就 我们中国就完了 还有小林杰 小林杰 一天机机 还有那个 可能是骗港聪 他认为就能把我们解决了 实际上呢 我当听了之后 在那个 在那个南市 真的是 这有骨气要发 真的不容易啊 当时自己 我们整个中国的水平比人家低 就是看着他们在台上 这么大言不惨的 说这些话 我这个真的是心情是 这是郁闷之急啊 想发也发不出来 只要这么在那看着 所以我回来立刻召集我们参加那台赛的这个队员 就马上第一件事只要召集他们开会 我就把这个 人家早如何看不起我们 怎么怎么的 可以把那个情况说给大家听 然后我就给大家都 每个人定了个指标 我说我们指标并不高 咱们每个人争评一排 在那个比赛的时候 我也发表这样的感想 他们说 我作为中国队的主将 既然参加了开幕式 能不能谈一句感想 因为他们的满篇都是说 他们三个人就可以接 全都是这样 而且都是互相哄堂 大哈哈大笑 这个 后来我也反正是 也不好直接说他们这样子 咱们走着瞧 你不要太看不起人了 当然我就说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都能赢一盘 这个话呢 其实说的是很这个 就是好像很 就是我觉得是相当的得体的 这个 我必须说我要赢你 我只说我们每个人争取赢一盘 但这个目标如果达到的话 我们就赢了 每个人赢一盘 他们一共才八个人 我们八个人每一盘就把他们赢 就 这个整个队就赢了 实际上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敲响 就我就代表我们中国队在那时候 已经就敲响了这样 像日本的 整体打败 他们的这个 进军的这个号角 虽然当时他们还这么的 这么样的这个 看不起我们 回来我跟大家一 一说了这情况 大家都非常的 情绪都非常激动 都是 风声向我表示 意思说是 念老师放心 我们争取 每人争取赢一盘 这个就成为著名的 我们中日维棋内台赛的 任务指标 也不需要求你多赢嘛 你只要赢一盘就可以 赢一盘就是 完成任务 而且是完成得很出色 遗憾的是呢 我们并没有做到 每个人都能赢一盘 最后平均下来 当然可以做到每人赢一盘 实际上在中日维棋内台赛里 赢期的人 确实是少数 大多数人还是 输得多 这个第一届中日维棋内台赛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开幕了 开幕的时候呢 第一场是 汪健宏 对这个 一天击击 这一盘棋呢 我是在东京现场 看着比赛 汪健宏 可谓 拼到最后啊 他那个棋 一直呢 都稍微差一点 然后拼得非常厉害 征途的时候 我就在屋里看见 王健宏突然一下头一仰 就是就冲出去了 就是看见他用手脚捂着满 满鼻子 满那个手脚 全是血 就是中途 他由于思考过多 而且情绪可能激动啊 一下 皮血喷出了很多 这样就变成了那个 很有名的 喷血之局啊 那个低盘输了 然后我们第二个上场呢 姜柱九 这个 现在是九段 当时七段 以这个惊人的这个 魄力和能力啊 连赢了五盘 这个 我们中日维棋那台赛 第一届能 最后取胜 姜柱九 应该是有不朽的功劳 他 连赢了五盘 轮到 一直打到小林光一这儿 小林光一呢 是应该讲是 日本当时棋界的精英 是可以说第一忍者 是干事最好的棋手 他 那个出场之后 也惊人的 取得了六连胜 那样 这样经过一个转换之后 一个五连胜 一个六连胜 这样就日本人 还剩下三个人 因为头一盘 姜柱九 还赢了 所以日本还剩小林光一 和嘉诚正夫 这个 腾德秀行 那么 大家都这么认为 小林光一和嘉诚正夫呢 这两位是 年夫力强的 超义流棋手 这叫所谓的双保险 这样就可以止住中国队 据说呢 不是据说 就是这样子 他们在热海 海三个人呢 一块喝酒 说是 一定要打败中国 但是中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果他们打不败 就要剃光头 这个是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面对这个是小林光一 嘉诚正夫 腾德秀行 这三个人呢 除了腾德秀行 在1976年比赛的时候 我曾经赢过他很少 赢了他两目 那两个棋手 我下的都一盘没赢过 但是呢 由于当时这个强烈的责任感啊 和这个对这个 这个卫国争光啊 包括以前陈老总跟我说 这个我们这个 要早日赶超日本啊 所以说各种的这个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 还有都对我非常关心支持 要一定要争取让我赢这盘比赛 我们的队友 整个国家围棋队的 呃 所有的队友呢 都每天给我出谋划策 一时间呢 就好像是全民皆兵 呃 全 天天都在备战 有关这个小林光义的比赛 是我这个一生中围棋比赛中 准备的最充分的一盘 呃 每天都在走路 吃饭 天天都在想 小林光义 满脑子的小林光义 呃 而且我把小林光义下过的棋 呃 所有的棋差不多全看过 而且他是喜欢走什么样的形状 他走什么样的形状 胜率高 什么样的胜率低 我全都给他呃 基本上研究透了 所以最韩期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出征到 热海 呃 到热海之后的前一天 比赛的前一天 日本人还领我去参观这个 热海的一个叫 善起展望台 那是日本人自杀的 专业场所 呃 在那地方 相当出名的人 就有七十多人在那自杀 当时我去看了这个 之后呢 我很有感触 我当时跟那个好过前来说 呃 呃 这个日本人请我们来看的意思是我们到绝境了 呃 但是最后跳下去的不一定是谁 不不见得就肯定是我要下去 呃 也有可能 小林光一和日本其他人都要下去 呃 我还跟他们 呃 当时开了句玩笑 呃 最后事实证明了 我没有下去 是他们结果的都下去了 最后也剃了光头 事隔很多年以后呢 在今年我又去了一趟热海 呃 又看了一下当年十五年前又曾经来比赛的地方 热海 南海庄 是我们比赛的地方 那个旅馆已经倒闭了 但这个上期展望台还是在的 我去看了一下 呃 也是感慨万千的 呃 这个展望台已经呃 有点变化了 他就修了一些上面架了一些玻璃 因为还是不断的有人跳下去 所以架了玻璃之后呢 就 这回人是跳不下去了 除非爬到上面就再往下跳 那是很困难的 呃 情况已经变了 但是呃 风景依然 呃 各方面都是还是跟当年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当年下的那盘棋 我执黑棋先走 小黎光一 这是走星的 呃 对方走星 小黎光一肯定是走这个 这个我经过研究之后 我发现他走对角是胜利最低的 那么我就是采用了这个 就跟他对着的角小木 这是比赛前专门就想好了 小飞 由于小黎光一是酷爱实地 所以我就先小飞了 实际上这个棋 我们在1985年 80年代下的时候呢 呃 就是后来90年代特别流行的 就是一挂脚 一小飞一飞 拖鲜 实际上在当时小黎光已经早就下出来了 我们俩比赛已经是持这样的对局 后来呢 呃 90年代这个韩国棋手经常这么下 好像是韩国流 实际上嗯 应该是很早就我们就已经下过了 高挂 如果跟其他人下 我还会考虑有其他的下法和想法 跟小黎光一下 我是坚决的捞时空 绝对不让他把时空捞的太多 如果他的空拖的话 你要想呃 赢他的棋啊 就很困难 因为他把握这个局面啊 而且的对这个呃 你的形势如果倾销啊 他都掌握得非常好 所以我呢 他高挂 我考虑都不考虑 因为他总是拖的 我也就拖 由于有这边的缘故呢 他采取了外事 现在假如说 还回到这个定势走这儿 被黑棋拆二的话 那这个 就不是小黎光一了 这不应该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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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林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三个和这三个 黑棋的交换 可以说是 白棋是愚昧之急 所以他现在不得不走上了 一条这个什么路呢 这个 取势 而这是小黎光一最不擅长了 也通过我对他的了解 他这个棋下 下这个棋是 不行的 实际上这个棋 这盘棋呢 我最后是取胜了 但取胜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开始的战略方针 对他对手的了解 实在是太透彻了 这个把时空让给他 把形式 这个 我是比较喜欢下这个 有时空 有形式的 不喜欢下绝对的 特别偏的棋 而现在这盘棋呢 为了要是 呃 积对方的侧短 所以我不是侧长 我也要来 这个实际上这个黑棋 并不是我的侧长 但是 只要小林光一不是侧长 我就这么下 请大家注意看 这个开局 这个两个角的定时一走 就可以发现黑棋呢 获得了三个角 像这个角肯定姓黑 跟白棋肯定没关系 这个角也肯定姓黑 现在这个角呢 也是黑棋的 现在目前是黑棋 属地嘛 全是黑棋的 白棋当然是黑点角 但是目前还是黑棋 最关键的 这个角呢 黑棋这个挂呢 还是先手 因为这要跑真子 白棋 没有办法 只好再提一个 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 实际上这盘棋的 白棋的布局 也不成功 为什么说呢 白棋现在啊 在这地方呢 手术下了很多 这个这半盘 大家看 这是二四六八十 十一个 黑棋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只有十个 而且呢 这个 从这个 呃 实控上来说 黑棋呢 大大的占优 我们将来看 黑棋这个立了班毡 这个 就不算大腿 拐一个班毡 那么它在这里头 只有六亩 上面 叫全算空 十亩 十六亩 十八亩 加上一些影响 就这个 到这儿 已经全算上空了 十八亩的话 呃 应该讲是 这个角 黑棋已经接近十五亩了 呃 这个角 大概 十亩其实总是接近的 差不多了 就已经有二十五亩了 而黑棋现在 在走的一个 这样之后呢 全盘呢 黑棋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呢 比较调和 所以现在的眼光看 也是黑棋占优 而且白棋太偏了 所有的子都偏在这 棋盘的左半部 如果 比如说将来黑棋空降部队来一个 你只能走这个的话 这个 这个就是将来的话 是成这样的话 就可以看出白棋的时空是大大不够的 所以白棋 小林光一下到这儿之后 我想他也可能强烈的意识到这场棋 他已经踏上了 所以我们讲叫不归的路啊 不归的路 就是他 不愿意 下这种局面 他不得不下 这是 是我们给他设计出的一条路 就是 虽然他没有准备好 但是我们 实际上是 可以说是 我们国家维系统 很多队友都帮我一起 共同准备了 这样的布局出现 下面黑棋的这个票 是个绝大的好点 扩张了自己 再也还有非压 如果你硬 这也就被黑棋先手 这样便宜了 不硬 那他这个是先手 那这个证实不得了 那白棋就局限在空在这儿 那肯定不行 所以 小林光一继续来 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多 一手棋 现在走了一个 就变成多两手 而明显的幕术还没有看到 将来还可以黑棋 还可以在那儿掉 所以这是白棋 非常的 这个 不愉快的地方 由于有了这个之后 这个下边呢 基本上就应该变成 沙漠地点隔壁滩了 没意思了 就是白棋过来 跟黑棋过来 都是很小了 没有前途 都是 比如说你拆盖 就在围几幕 而不是说 向外面还有发展 这个发展已经被他限制住了 所以 这个点 已经不行了 这个就是我当时 这个水平还不到的地方 我当时走的是这么 还考虑一些 这个这个实力 就是 锁在山路上 人家已经 巨大的投资 花了这么多 我还要把这个 实力弄在山路上 这个 现在回想起来 这是 非常的 幼稚和不成熟的 一种表现 现在看来 这条鞋 当然应该走在那 所以这边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变成是 隔壁滩 沙漠地站 这边就 尽量让他去 他来就 都让他往那 往那边赶 白棋必须走的一条 是这样 黑棋把这个 下个高位 永远是 警戒着他 但是呢 又保持着 局面实控的 绝对优势 现在黑棋的实控 还是绝对领先 又警戒着他 如果他成的很大 想成大 那我这自然就成空 我这个也很大 如果你把我消了 那你在这根本就 没有成大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样下 就显得 什么叫 行云流水 流畅 这个就属于流畅 行云流水 就像水 很自然地 这么流下来 这个围棋啊 能下到 行云流水 像水这么流一下 这个 就不得了 我的老师 曾经给我讲过 什么叫 行云流水 那我现在也想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围棋呢 就是流水 围棋的流水 是什么呢 水是怎么样呢 它遇到 它能冲过去的地方 它就一泄一泄千里 就冲过去 它反而冲不过去的 比如说有什么大礁石 它就绕过去 就是非常自然 就碰到 遇险的时候 它可以躲过去 遇到它力量大 它就冲过去 要是 不是说是那样 就是一个头 闷头 都是永远往前走 它有绕道而行的时候 那么 像这样的棋 就属于 非常自然 行云流水 而我当时的这部棋 就比较勉强 比较幼稚 这部棋走了之后 白棋 这个柴尔之后 黑棋竟然没有好去下 走了这样一步 没有木的东西 这个棋 跟他的交换 完全不等价 这点是 现在应该知道 强烈反省的地方 如果是像在这个地方 这番棋 黑棋现在是可以精品 所以这盘棋的布局 到现在为止 黑棋是一个精品 是一个绝佳的 一个 就可以传给后人的 一件精品往后示传 这样一来 这个 洁白无暇的东西 就钻上了一些 很 很 那个 有些 这个 有些 脏的污点吧 就是跳起来 这两道交换 白棋占了很大的便宜 小林光一 这部接下来非常出色 如果走这儿 肯定要遭到黑棋的压 黑棋压 压缩它 扩张自己 一旦这块的空 大大壮大起来 白棋就完蛋了 所以白棋要是 不许让你那样 那么黑棋带走这个 形成了这样 点脚 这个脚 如果全是黑棋的话 那么白棋空不够 所以先点脚 当时 我走的是 班战 这个棋 后来 如果走这个呢 这个形状呢 有些 这个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总觉得没那个厚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形状 黑棋就这么走也可以 嗯 那这地方留有点薄 可现在看来这个形状也很好 因为什么这个变成烂 废子 我总而是想 希望走成什么样呢 希望 希望走成这样 黑棋长 白棋接 黑棋再退 他搬 挡住 立 再虎 那就这儿就没有那个 刚才那个截了 就没有那截 这样呢 会更好一点 但是白棋当然不会赞同了 白棋冲出来 这个 我当时的下法 都是 哦 对不起啊 这儿 在点脚之前 他先把这个藏了一个 先贴了一个 然后再点脚 黑棋扳这样 再走这个 你如果这样扳呢 就 就刚才就有些 不愉快的地方 所以就藏这个 他冲出来 贴 这儿白棋 出来 出头有困难 这个出头很笨 由于黑棋 这儿比较硬呢 这个出头 被黑棋 把他弄杀死之后 他又不活 所以白棋为了活呢 就立这个 他这有个挤过 黑棋不让过 如果白棋 一板杆出来的话 黑棋就搬死了 他就要往外跑 一往外跑 就帮着黑棋 往外承控 这个搬了之后呢 本身已经有 就是平时白棋立下 已经差了四目 就算黑棋 白棋接上之后 也差了四目 更何况 这个其他接上 还是不活得起 这儿已经做不活了 也就是说 白棋不敢立 不敢传出来 只能立下来 那么黑棋搬住 当然这盘比赛呢 是在热海 南海钢比赛 我们的华一刚陪我去 这个华一刚呢 在下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好合强团团 他围棋水平呢 是不够的 但是他很关心 就问华一刚 现在形势这样 这个形势 就问华一刚 形势怎么样 华一刚就给他 写了个条上面 说是黑棋 全盘无废子 骑行生动 这个确实是 比较体现出了 当时局面就是这样 全盘没有废子 骑行很生动 是这样的 这里还有很小的花絮呢 就是我当时呢 是穿了一件中国的 这个 代表中国的运动衣 不是说是 我们普通围棋比赛 穿的西装 而是穿了一件 红颜色的 写着中国的运动衣 那是一件 日本赞助中国的 冰芒球的运动衣 在这个 后来前不久 我找日本 日本朋友 来给我看 当年的照片 看得很清楚 是穿了一件 红颜色的运动衣 那时候我比现在 瘦得多 由于 这个比赛是 代表中国去的 很关键的一场比赛 所以我 穿着那个 红色运动衣 现在成这样之后 局面 应该讲 黑棋呢 相当的乐观 不应该想是 那个 有什么 不利的地方 白棋 在最后的 在这儿争夺 以今天的眼光 看当年的比赛 我还是 想起 跟当年来说 要现在来看 比当年 还是 应该说是 现在水票 比较高很多 现在看 黑棋走这个 白棋 不愿走这个 黑棋 靠 白棋走 黑棋虎 白棋没有 还架的 靠接住 黑棋 这还可以 这还可以震出来 所以这个棋 可以先手处理的很好 白棋打赤 黑棋 以后还可以拖签 有机会这么 挡一个 让他接上 这个棋 可以继续拖签 死不了 而跳出来之后 这前局的形势 黑棋就是 这块 有很大的发展 而且将来 削这块的时候 比如像这样过来 这两个 可能又被吃下来 黑棋 在中央的潜力 很无穷 特别是这个党呢 还是个绝对的先手 不然的话 这一点 就在去 是 打结活 这个打结活 可能 初学者 不懂 但是 这个 你只能走这个 你要走这个 走别的 他就搬过了 走这个 他就吃了 你只有这一招 断 你如果叫吃 他就 搬进来 要接成 搬你吃成 钉刺 就变成打结 如果你想不打结 顽强 他就空翻一个 你打 最后一吃 是接不归 所以这张形势很大 因为你打下来 这都是空 而当时呢 实战的时候 就棋盘 不是看到整个棋盘 永远都看的是局部 他一走 我就跟着走 虽然形势并不坏 但是 没有这个清楚 这个就简单的 就把白棋 就甩到后面去 黑棋 靠还是靠了 但是这个弧 弧不起来 弧 他现在要打了 刚才有这个交换 他就不能打 打了 我可以打了 弧过来 现在只好连斑 现在白棋的形状就比较 黑棋比较委屈 黑棋走的都是在里头 而最主要走的里头 没得到什么东西 而白棋的棋形非常的厚 黑棋竟然要下这样的招 走了之后还没有活 被白棋一厉害的死心 但是呢 白棋呢 由于被黑棋活了之后 明显的时空不够 所以拼死 只好把黑棋冲断 虽然这个冲断并不见得好 但是 尤其遭到这个迎头痛击 并不见得好 但是他还是这样下 也是没办法 这是必然的 黑棋要做活 白棋街 这是必然的一手 现在呢 黑棋走的是这个虎 虎了之后 现在这个飞啊 很严厉 大家看这个飞 这块棋生死不明 即便活了的话 也被搜刮了极惨 所以白棋 要补一个 他再补这些 他先点了一口 就是这样 考验一下黑棋 如果你打在这 他这个班先手 将来这个班还先手 这样是三目 可是黑棋呢 宁可少一目 变成两目 立在这 立在这之后呢 是对这个点的 有利的回击 我想小林光一呢 特别这个利多了之后 对这面影响太大 这个小林光一这个点 是太早了 不应该点 而且现在呢 点了之后 又下了一步恶手 也不应该下 他又搬了一个 本来 黑棋 假如白棋走 白棋撞一气 这个撞一气 这个地方 很有问题 如果不走的话 将来被黑棋一吃 这块棋有两目 变成六目 加这个七目 加七掉你的目 可能有逆收将近 八九目的样子 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只能单接上 而 这两步的交换是 白棋的打了手 今天小林光一 可能出现了错乱 这样补一个 黑棋刺一个 这个刺现在变成先手了 因为他这 损了很多 让他立下了 所以黑棋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飞住了 然后白棋打 这点呢 现在这么看来 我这题呢 就是 这个实在走的是斑 这个斑 我觉得现在看来是有问题 实际上这个子 像他刺了 他这打了之后 这已经飞行 这个效果已经起到了 不必这么拘泥于 一定要把他要 因为这个 油可以更好的下法 比如说单走这个 也可以考虑 现在如果白棋刺这个 那么让他吃这一个 黑棋毫无问题 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这个鼓 也很厉害 你假如冲 他从这火过去 这双脚 是终于把这个 就能接住了 接住这块 还能把它搜刮 那剩下的就是 他藏 他藏的时候 黑棋再贴 这块鞋由于还没活 他如果从冲断 我们拐出去 把这个又包进来 这个起棋型呢 可能会 现在看来是 单走会好 因为随时 可以走这个 走这个什么不好 就现实的 就让他藏了一个之后 对这边的 城空 产生的影响 这个是 当时的 现在看来 值得推敲的地方 就黑棋的这一步 还有这一步 都是值得推敲 现在这一步棋呢 还是有疑问 当年那台赛 虽然我是联赢了很多盘 赢小林光一这盘 也是 很艰苦 虽然很艰苦 也是下得很出色 现在看来呢 还是有很多毛病 白棋飞 黑棋坚住 虽然黑棋有很多毛病 但是白棋要想 这个出黑棋的毛病呢 也很困难 黑棋这个棋型呢 正好利用到 白棋形状的弱点 也没什么问题 只好忍耐 现在这个黑棋呢 就是有两种下方 一种下方就是 实战的走这个 还有一种下方就贴 贴完这个尖是先手 好像实战 可这个 哪个好坏 很难说 实战是先手 现在顶了一个 拿棋 先把这个子吃住 活掉 然后在这先点一下 所以说这个点很机灵 现在呢 由于这块 现在 黑棋还没吃到的一下 你现在一吃 它可能断你 这个来不及 所以这时候只好人呐 它才立下来 下到现在 马上中午要封盘了 也就是中午前两个小时 十点到十二点 下到这儿的时候 我下了一部比较曹帅的戏 至少 这中午有一个小时 不应该让他 让他来想 我是很快的 就下了一部阵 那这部棋呢 我感觉是 略有草率 而这个棋 还是应该跳在这 我们看看 假如说他围这个 黑棋来这个 你要是不围 他这个就是先手 你要是围 这个班战也是先手 这边就是什么 说说官 我看黑棋就 已经差不多领先了 应该讲是 没什么疑问的 因为这个空啊 我们给他看一下 这七 十七 二十 这连这个提空 大概二十七 七八亩 这个是六亩 三十四 三十七 四十三 五十目 这还不一定到 因为这黑棋可以先冲转 这还白棋 这个黑白交接的地方 还很难计算 最多五十目 我们先算他 黑棋 算白棋走道的话 二十五 三十七八亩 接近到四十目 三十七八亩 四十四十二 四十四 五十四 五十六 五十八 六十 还该黑棋下 黑棋下可能 黑棋下的七十多亩 六十五目 白棋只有五十目 白棋还是 当然黑棋这稍微还有点薄 这稍微有一点点薄 但是黑棋先走 黑棋肯定优势 就这么压一个就足够了 因为这个地方还可以 充得有段好手 走这步棋呢 至少这一个小时 我逼估了小林光一 我认为他要硬一个 硬一个我再跳 那他就不用下 那就对面做的 也不是小林光一 至少小林光三光四了 连光二都不是 所以他 我走这个他不硬 经过一小时的考虑 他就下午上来走这个 这是我对他最头层的一步 因为我这个是先手 那被他打吃吃 我一步从那很多步 变成一步没有 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既然他走这个 我也毫不犹豫的 走这个 白棋跳 走了这个之后呢 他整体现在不活 我就能把他打得一步没有 但是白棋在这增加了 很多很多的目 这个围棋呢 就是这样的 很辩证的 这边 你占了便宜 那那边就要吃亏 那边占了便宜 这边就要吃亏 现在这部棋 我下了这盘集中 我现在在整 这个整场比赛 最后悔的一步 我下的就是这个 只有天下最呆板 最呆的这人 才会这么下 我就是这种最呆的人 下在这 这个棋太糟糕了 为什么糟糕呢 就是这个棋呢 给他点一个 我只好挡 给他长 我只好接 给他一飞的时候 我断不了 搭不下去 这是我这盘棋 最失败的地方 可以说是 后悔一场 像这个地方呢 作为像我这样的 专业棋手 专业棋手 不应该下这种 大足手 而这棋 绝对是应该这样尖 如果黑棋 走了这个之后 白棋还想飞过的话 那么黑棋就可以 打赌 普通这个搭 它搬一个 黑棋是吃亏的 那现在这盘棋 白棋还这么走的话 白棋就要 出很大问题了 这块棋 基本上 是不是有点良意啊 基本上良掉了 那么这样子 它就渡不过 也就是在飞大的时候 白棋假如说是 退的话 黑棋可以肩在这 还可以肩在这个地方 将来这一间 要过 白棋还要做两个 也要活 黑棋呢 可以很顺畅的 这盘棋可以赢下来 虽然 走这个 没有那个更好 但这个 有这个 独特的魅力 因为它可以把这 空消得很 一点都没有 由于这块 不活 它需要忙活 它这个 正好在 攻着它 顺便 把它那个 全消掉 这是恰到好处 而实际上就是 现在 回想起来 我本来想 它如果长的话 是这样的形状 这个跟刚才是 一点区别没有 它刚才 要走 也是在这儿走 现在还是在这儿走 白养人这儿 多一个 其实不交换 它将来也是在 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真的 只有 很笨的人 才那么下 我这个就是这样 最笨的一个人 被它这样点了 接上 它在飞 我不得已 又落个后手 在中间补一个 那被它回到 这个最大的地方 变成了细棋 这盘棋的 输赢 从现在又开始 重新这个 难说了又 这是黑棋一块的地方 而且这个拐出来 也先手 现在呢 由于这儿呢 黑棋能往里走 这个棋呢 在普通这只好棋 这个是 很大的 我走这个 本来意计 它要走这个 实际上呢 这个棋 它飞这个的时候 我还可以在这儿走 这样的空 跟后来 差不多大 而现在一个 很关键的一招棋 就是黑棋应该 现在冲这个 白棋只有档 黑棋这个段 是一个 恰到好处的手军 这个棋 白棋可能是 正好下到现在 该黑棋下 一冲一段 这盘棋还可以 稳稳地拿住 现在呢 对于断之后 黑棋 断 白棋有两种下法 最简单的是叫吃 但这个叫吃 就跟认输一样 被牵手一打 黑棋一补 大家看这块 黑棋有多大了 这块这 这个里头就是 五五二十五 加这个二十六 二七二八 二九三十 三十呢 这两木里头 有可能有一木 就变成三十一木 这块九木 四十 这块两木 四十二 五十二 五四 五十五六木 加上这还有一点 残存的东西 就算五十五六木 这个里头 白棋是五木 六七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十三 加六木 二十九 刚才黑棋是 五十好几木 白棋在乘二十木 都很困难 因为你在乘木的同时 黑棋要乘 黑棋这个地方都有可能成功 因为它掉 它只掉在这 大家注意了 它没有往这里掉 它是掉在这 你是没法断它的 它这儿可能一压出来 这儿也成好多 这儿可能要成很多 那黑棋就变成五十好几木 再加这儿可能要到六十木 这期还是黑棋优势 那么就断的时候 白棋 另外一种反击 就是这个 但这个反击 它走这个 以后 这个接 是先手 为什么说呢 它冲这个 你挡住 它叫吃 你只能叫吃这个 它接住 你接住 它这一接 你吃 看着是接不归 它这个一斑 或者是一粒 你急它度过 你这个洗死了 也就是说 它有这个子呢 这个 是先手 那白棋还得补一个 如果这个是先手 这三个已经死了 那这边的空已经不得了 所以是这个 断呢 这个粒是不成粒的 那么剩下的一个 就是走这 走这个 黑棋脱先也可以 哪怕以后 黑棋 无论走什么 因为黑棋都行 最主要是黑棋将来 一冲 白棋只有挡 因为冲下来 这一挖就死了 你挡 它随时一接 就断吃了 这三个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黑棋先冲 断的话 这盘棋呢 白棋基本上 已经就 耿皮着凉了 而当时 错过了这个机会 一拐 马上就被 小林光一这么一粒 这个棋是 马上的棋 就变成 很难说了 白棋再跳 再跳的时候 我一看那棋 这么唯控 就是很难说了 形势不一定乐观 就把这个吃 这个吃非常大 这个脚本来是两目 现在变成六目 先手提七目 它只能退 它的一二三 在这里头的 木数 黑棋多了五目 白棋少了两目 还要多 就接近七目半 面收七目半 所以这个 现在走到这个之后 黑棋的失控 又回到了领先 白棋应该先接上 再走这个 然后白棋跳这个 白棋这儿先跳这个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现在 本局到了关键的时候了 他跳这个 如果我这个棋 单下在这儿 这盘棋的胜负呢 还是 这棋可能 至少不差 稍微细一点的棋 稍微 可能也许略好一点 就单走一个就行了 而这时候的鬼使神差呢 去冲了一下 为什么要冲了 我就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冲了之后 我就想万一的逃回这个时候 这个棋走在这儿 就打持这个牵手 如果现在他立一个呢 我不这便宜几目吗 但正是这个焦旗 可能导致了这盘棋的危机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这个真是天意啊 这个天算不如人算 这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冲的一个 真是 现在看来是太可怕的一首 撞气 现在再走这个 黑气 白气走这个 黑气走这个 白气走这个 实际上跟这边 一点关系没有 好 就到了现在胜负关键的地方 如果现在黑气 没有这个气的撞气 黑气补一个 黑气还是优势 那现在呢 实际上黑气 不可以走那边了 这边不能走 这边有危险了 大家注意 白气道有一个 强烈手段 搭 那也就是说 由于他这多了一些东西啊 我本来 很估计他这么走 早现在这么走 我是准备这么搭着吃他的 现在由于他这些 多了一些东西啊 我不知道有成立不成立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成算的 就是补了一个 现在呢 如果仔细看呢 黑气现在如果这个吃下来 应该黑气时空还是领先的 这块有七木 二十二 三十一 黑气还是五十木 白气九 西气呢 黑气还是不差的 这个气至少我可以说补一个 它中央存不了空 或者说这个气补在这里 还可以把这个都走掉 总之 现在是黑气 龟石神山下来赚 就迎来了 这盘旗最关键的白气一搭 据说这一搭的时候 他们说我的满脸胀的通红 这个 想了一个多小时 这期确实 我想了很多变化 这个 这里变化非常的多 由于时间关系 我不能详细的介绍 但是呢 这个地方可以告诉大家 肯定是胜负观念 而且是黑气不行的 白气 只要黑气 白气掌握的好 黑气总是输了的 由于这块白气呢 没有这块大 这块 最后有可能形成转换 就是这块黑气被白气吃掉 黑气把这块白气吃掉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可能黑气还能下 再走了一手旗 所以说最早 直接 最早就放在别的地方 黑气可能还下 现在有了这个 这就不行了 那现在呢 我应该客观的 把当时的心情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觉得这盘气 不行了 但是呢 我不能说这么认输 我要坚持 就是 我知道这个气 怎么想 怎么都不行 我只能给他 有一条路 就是他最容易犯错误 如果简单的走 比如说 我现在走这个 那他现在太简单 他哪怕就是一顶 我一接上 他一尝 我就在这个 能跟那边连活 这几个也死了 这几个死 跟这些死 效果是一样的 通通都是 整个中国队都光中阵亡了 不是 那历史 不是现在这种样子 那这个是肯定不行 单退 也一样不行 假如搬这个 那么他就冲 他再一冲过来 他这个打吃 带响 叫吃 你来不及出他这儿的棋的时候 他这儿已经叫吃了 所以 这个也不行 这个说了归棋 最后只有一个行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吗 就是哪个变化 就他最容易犯错误呢 所以我是挑了一条 他最容易犯错误的路 给他走 结果小林光一 真的就是 撞进了我 给他预想到 他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 这个 回到了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刚才的这个 我们 就是说黑棋 刚才补一个的话 黑棋是 细棋 至少这棋 形式还不坏 如果在这个地方 老早先断了 这么走的话 那 这个棋是黑者 坏了非上了 黑棋早就赢了 那现在就是说 到这儿 牵插 阴插 阳错 最后他走到这儿 是 应该讲 黑棋 不行了 在黑棋 抄了一刀 他最容易犯错误的 就是走这个 实际上呢 现在 小林光益呢 他是走在这个 黑棋刚才走了 这个 白棋 只能 黑棋 只能下了这 只有这条路 白棋 有可能犯了错误 白棋肯定走这个 黑棋 打吃 现在呢 应该说 黑棋 这个 这样的下法呢 白棋好多种路线 可以击溃黑棋 首先 小林光益是 实战是搬的 这个搬也是正确的 也可以把黑棋击溃 再一个就是 他直接沾上 这是一个非常 奇怪的沾 这个沾 也要黑棋的命 黑棋可能 正好搬这个 白棋 白棋的头 黑棋再贴 白棋顶住 好像这一段 黑棋把白棋吃了 但是 白棋倒有一个段 黑棋 如果不吃 那他要吃他了 就是你无论是 接上还是吃 比如说吃 白棋 倒有一个沖吃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黑棋只要接住 那么白棋就愉快的 把这个一接 那这里一些都完蛋了 吃这么几个子 不足以跟这些 来 比拟吧 这个 对 这个 这条路 黑棋也是 可以说是一条 不归的路啊 也不行 就他简单的 接上 这么很愚笨 愚昧的接上 也 也完蛋 就现在如果 黑棋早先 把这个接上的话 那现在还可以 为什么呢 他首先把这个接上 他的黑白棋要补 一打吃 一接 一挡 就死了 白棋补一个的话 那现在黑棋 接这个就可以了 接在这 就没事了 他 接了之后 他断不进来 这个棋呢 由于他再有个顶啊 断也没有 那就是 他跑都能连上 可是现在 如果你接这个 刚才我们说了 他把这个吃了 你把这个吃了 遗憾的是 黑棋空不够 这个我也经过 在在这一小时里 各种变化 我都看了 可以说经过激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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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的计算 我都看了 最复杂的 还不是这个 这些 这个目数 还要点全盘的空 这个 黑棋空不够 这个 转换呢 白棋的 黑棋 时空不够 所以呢 黑棋 不能转换 只能 下这个 跟刚才 这个 复杂的变化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 那个 只能把这个提起来 这个 这个转换是不行的 提起来之后 现在呢 白棋一个 最简单的下方 就是望 这个 小林光一 可能 呃 望说 黑棋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 他街上是吊吃 他可能 觉得这时候 他 胜利的机会 女神在向他招手 他 这时候含糊了 没有计算 而我的计算呢 是黑棋 去不够 而只差一气 黑棋 现在只能走这个 因为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一个妙手 他可以走这个 黑棋断不了白棋 所以黑棋只能走这个 我估计小林光一的计算是这样子的 在街上 你搬这个 如果他 走这个 他一冲 一接 啊 这儿 刚才可以叫吃 走掉 这已经走掉了 再一冲 吃 接 我认为这是小林光一的计算 如果成这样呢 黑棋 把白棋四个吃了 但是 这个棋不是那么简单 这点我跟大家说 复杂的变化在这 所以黑棋这个打字呢 是在 这个 提这个之前 已经走掉了 再说 提 他挖 吃 接 黑棋顶这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走这个 这是黑棋要命的 这样的对杀 黑棋提不够 简单的杀提 我可以跟大家说 就这么杀下来 黑棋 白棋 差 快一气 注意啊 他这个 走这个 他就接上了 反正怎么一收气之后 白棋比黑棋快一气 那现在就知道这个地方 当初黑棋撞了一气 如果这样呢 就变成黑棋快一气 那这个棋呢 就还是 黑棋应该赢 现在走了这个 而小林光一 又没有 哇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 黑棋的机会来了 他突然之后 从那拐了一个 那 黑棋是做这个 白棋做这个 黑棋顶了一个 白棋接上 黑棋挖 如果 白棋吃这个 黑棋接上 白棋提 黑棋断 黑棋不但跑出来 而且把 擒过了 白棋这个 这样胜负 可以说 立派 虽然 刚才 危险 危险异常 等到闪过来之后 黑棋还是 占忧 那现在 白棋就 不能走这个 在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不能 不能这么吃 白棋从 这个方向 吃进来 刚才黑棋 不应该交换的 应该直接挖 直接挖 白棋不能这么走 现在 它可以这么下 白棋接这个 黑棋是断的 白棋冲 黑棋立 白棋接 黑棋把这个吃了 吃了的话 这个 黑棋就 拖出险境了 白棋呢 获得了点利益 这个棋呢 拐了一个 又先爬了一个 然后把 黑棋的脚呢 给压缩了 脚上本来大概 呃 黑棋这个 走如果是 先手的话 这个挡是先手 刚才这个挡是先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七十八十九 现在只变成 二四六八十木棋 黑棋这少了几目 但这增加了几目 总体来说呢 黑棋在局部呢 吃亏一点 但是最关键的是 绕过了这个大险摊 又可以正常的朝鲜航行 白棋呢 就在这收了收官子 收了收官子 只有这些官子的小便宜 而没什么大的东西呢 糊 还贴 匹西把这个吃了 白棋冲 匹西挡住 白棋拐 黑棋这时候稳健的一退 白棋叫吃 黑棋接上 现在黑棋的盛事已经不可动摇 黑棋 我们给 在这时候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计算吧 黑棋这个角是现在十木 这三木十三 这两木十五 因为这儿 做一个眼科照做的呢 是剑壳十五 十六十七 加这六木 二十三 二十四二五 二六二七 二八二 就是三十 三十六 三十八 四十四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四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六十五 这个地方一提 他退 一二三四五 六七 八 八木若 因为提了这个 他挡不住 只能退 八木若 这块棋是十木 以后这算他先说是十木 十木也是弱的 走道是十木 走不到没有十木 我们先算他八木 十木十八木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加六木三十二 这大概有个四五木 三十七 这儿成不了那么大 这个 黑棋在老早的时候 他已经叫过一次了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是黑棋的绝对的先手 黑棋走完这个之后 应该讲到现在呢 局势呢 从非常危险 从这个显摊里 又终于又出来了 下到现在为止呢 我确信已经获胜了 而且这盘棋呢 有一个小插曲 在比赛前一天晚上 华一张当时跟我住一个屋 因为我们是日本式旅馆 是个大房间 合适的房间 我还跟华一刚说 我第二天 我肯定能赢小令光义 而且我能赢他两目半 和这盘棋呢 本来赢得不止两目半 后来我作为官子吃亏呢 只能赢半路 结果他在吃亏回去 最后非常巧的是变成两目半 因为我跟华一刚讲 我说我赢了小令光义 我就能赢加两路 所以这个 最后呢 非常的巧 就是阴差阳错 最后果然是两目半 两目半之后呢 那么最后我是在 那个 过了两天在东京 又战胜了这个 战胜政府 这个中日围棋的这个 而类台赛呢 就进入了最后的主将决赛 这盘棋呢 现在十几年以后回想起来 仍然是非常惊心动魄 中间这个 这个太危险了 可以说是到了 已经是到站在悬崖边上了 被人家一吹就掉下去的时候 又从那个 观察卡里再爬回来 这个从悬崖边又回来 确实是惊心动魄 那么好 这番区我们就 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番区别人家一吹就掉下去了 这番区别人家一吹就掉下去了